狄庚斯 双城记 作者序言 我同我的孩子们和朋友们演出威尔基·科林斯先生的戏剧《滨海深处》的时候,第一次构思了这部小说的主要想法。 那时候,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,想亲自把这种想法体现出来。 于是我持诚想象,刻意精心而且兴趣盎然地,追踪一个敏锐细致的旁观者非表现出来不可的那种心情感受。 我对这个想法越来越熟悉,同时它也就随之逐渐形成了目前这种形式。 在整个写作过程中,我的心神意志完全为它所控制而贯注其中。 迄今,我已经证实无误。 这些卷页中的所作所为和所遭所受,宛如确实全部都是我自己亲身的所作所为和所遭所受的一样。 无论何时在书中提及。 吉令是仅仅略为涉及。 法国人在革命以前或革命期间的情况,都是在对最可信赖的目击者确信无疑的情况下如实引述的。 我的希望之一始终都是想多少增添一点点大家欢迎而且生动的方式,用来了解那个惊心动魄的时代。 固然,要想给卡莱尔先生的那本令人惊叹之作所包含的哲理。 增添任何一点点东西,则是谁也不能奢望的。 伦敦,塔维斯托克寓所。 1859年11月。 第一卷。 起死回生。 第一章。 时代。 那是最昌明的时事,那是最衰微的时事。 那是睿智开化的岁月,那是混沌蒙昧的岁月。 那是信仰赌城的年代,那是疑云重重的年代。 那是阳光灿烂的季节,那是长夜晦暗的季节。 那是欣欣向荣的春天,那是死气沉沉的冬天。 我们眼前无所不有,我们眼前亦无所有。 我们都静止奔向天堂。 我们都静止奔向另一条路,简而言之。 那个时代同现今这个时代竟然如此唯妙唯肖。 就连他那叫嚷得最凶的权威人士当中。 有些也坚持认为,不管他是好是坏,都只能用罪。 自来表示他的程度。 那时候,英国的宝座上坐的。 是一位的隔方圆的国王和一位容颜欠佳的王后。 法国的宝座上坐的。 是一位的隔方圆的国王和一位容颜交好的王后。 在这两个国家那些享有高官厚禄的肉食者们看来,有一点比水晶还要明彻透亮。 那就是江山永固,国运绵长。 那是我主基督降生后的1775年。 在那个幸福的年代,英国正如现今一样,得到种种神灵的启示。 索斯考特太太太新晋才过了她的25岁大寿。 禁卫军中一个能够预言及凶的士兵。 早在她的大驾光临之前就已预先宣告。 诸事已安排停等,就要淹没伦敦和威斯敏斯特。 攻击象的鬼魂扣机发出她的种种信息。 然后遭到驱逐服处。 也只不过刚刚满了12个年头。 而在刚刚度过的这一年当中,那些精灵鬼怪又扣机发出她们的种种信息,与原先相似的令人惊异。 真正符合俗世人间的信息,从美国那些英国治下臣民的一次会上发出,最近已经传到英国朝野。 说来也怪,这些信息对于人类,竟比攻击象机窝里随便哪只基础传出的信息更为重要。 法国,从总的方面来说,有关神灵方面的种种事物。 没有她那位以盾牌和三叉戟为继的姐妹们幸运。 正在畅通无阻地走着下坡路。 制造纸币,花用纸币。 除此之外,她在她那些基督教僧侣的指导之下,竟取得了如此仁慈的成就了以自于。 诸如给一个年轻人判刑,剁掉她的双手,用钳子夹掉她的舌头,然后把她活活烧死。 只因为她没有在雨地里双膝下跪,像从她眼前五六十码处走过的一对龌龊的僧侣致敬。 很有可能,在那个受难者负难之时,一些植根于法国或挪威森林里正在生长的树木,已经让名为命运,的伐木人打上标记。 以被砍伐,锯成木板,做成一种带口袋的刀子和活动木架。 名垂青史,令人心惊胆战。 很有可能,在锦邻巴黎的那些粘尸的土地上,一些装护人家屋子外扁搭的简陋窝棚里,有些做工粗糙的大车,就在那一天在那儿躲风避雨。 这些车上溅满烂泥,肮脏不堪,猪鼻子在上面嗅来嗅去,家禽在里面七指休歇。 这些大车正式名为死亡,的装甲人搁置起来,作为那次革命时供他驱使的囚车。 不过,这伐木人和这装甲人,虽然无休无止地劳作,但他们都是一声不响,而且他们走起路来都捏手捏脚,谁也听不见他们的声息。 尤其是因为,如果有谁心存怀疑,以为他们已经觉醒,那么谁就要被视为谬天被审,大逆不道。 在英国,几乎没有什么秩序和保障可供国家自今自诩。 明火执障的夜道和拦路抢劫在京城之内夜夜发生。 各家各户公然得到告诫。 离家出城必须先将家具寄存家具商行仓库保管。 以侧安全,夜深月黑之时的节路强人,正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刑商作假。 他以头领的身份拦截同路商骨。 如果有人认出,并对他明确表示要较量一番,他就撒爽干脆地打穿他的脑袋。 侧马扬长而去,七个强盗拦住一辆油车。 一个护卫打死了三个强盗。 随后自己也被那另外的四个强盗打死。 盖音淡尽之骨。 在这之后,不动一刀一枪。 油车就给洗劫一空。 那位堂堂一亿之宰。 伦敦市长大人。 让一个强盗在特恩厄姆草坪截住。 要买路前,这位升微赫赫的人物就在自己护从的众目睽睽之下。 让这个强盗搜掠殆尽。 伦敦监狱中的囚犯和狱卒大打出手。 于是司法当局用装好线弹和子弹的火枪。 朝他们中间放射。 小偷窃贼在王宫召见厅里。 从贵族老爷们脖子底下把一个个钻石十字架捡走。 火枪手进入圣贾鲁斯区搜查私货。 于是乱民朝枪手开火。 枪手朝乱民开火。 谁也不认为这些事情有多么悦乎常规。 在这些事情当中。 绞行力屡屡动用。 虽说徒劳无益, 却又仍然屡屡动用。 宜惠尔, 挂起一排排各式各样的罪犯。 宜惠尔, 在星期六绞死一个星期二被值得穿鱼盗贼。 宜惠尔, 在新门监狱烧制成打人的手。 宜惠尔, 在威斯敏斯特大厅门口焚毁宣传品。 今天结果了一个最大恶极的杀人凶犯的性命。 明天又结果了一个偷了庄护孩子六个便室的小扒手。 所有这些事情。 以及成百上千件和这些类似的事情。 发生在那令人怀恋的好时候一千七百七十五年。 以及紧跟这一年的时候。 就在这种种事情纷至踏来的时节。 伐木人和庄稼人神不知鬼不觉地继续劳作。 而那的阁方元的两位国王以及那荣颜欠家和荣颜交好的两位王后。 则颇起进而的忙来忙去。 以高压手段行使他们的神授权力。 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就是如此这般的。 统领着他们治下的那些赫赫伟人和云云戏民。 沿着铺展在他们面前的条条道路行进。 本书所述戏民也铁列其中。